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直播现场 为大家带来今年2023扫除生气 老铁们双击666摔一波摔一波摔一波666 小蔡师哥你在干嘛啦 这是我练功的东西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不知道 这个叫云肘 大家好 我们是台北新剧团 我是余继柔 我是蔡月薰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云肘的构造 先解释云肘在戏曲的用途 云肘我们把它算法器 法器又可以分成人的使用 或者是神妖魔鬼怪的使用 大家耳熟能详白蛇传法海 手上就会拿云肘 法海手上拿的云肘它是光感的 这样子 没有那么漂亮 那为何它会拿云肘呢 我们刚刚说了嘛 它是法器 所以可以解释说 法海可 它会法力 它有法力 这样子 那我们白蛇传 我们青蛇白蛇 它各有两个折子 到仙草 跟到酷银 这两个人物 在使用云肘方面呢 也是能凸显它有法力 这样子 在现代我们叫它佛城 这样子 可以解释说它 像鸡毛胆子 可是它是一个法器 延伸到现代 这样子佛城 它也可以拿来打扫 所以它会对着桌子椅子 把灰尘擀干净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云肘有哪些功用 小柔渣 下去吧 这个展现就代表我是一个公公 在宫廷内呢 我们会有椅子啊 桌子啊 对不对 所以太监会做什么事情 代表一下 它是我们剧中啊 会有的红桌子 红椅子 所以太监会拿云肘 对它做什么事情呢 嗯 右边干净了啊 环看一下 哎 左边还有点脏 这个时候 它就干干净净了啊 小柔渣 把椅子给撤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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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个疑问 为何在清白蛇到仙草到酷蝇 这两位角色 在演出的时候需要使得到云肘 这样 我们给他一个解释是 我们前面有说嘛 云肘是一个法力的展现 那以现代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 哈里托特的魔杖 再加上飞天扫走的结合板 这样子 所以它在台上使用它 从左边移动到右边 从右边移动到 如果它在天上 或是钻地 然后再爬起来的时候 云肘可以让它出现这种感觉 孙悟空不用云肘的最大的原因在于 它会翻跟斗 你要想的是 它在翻跟斗十万八千里内刹那 其实跟斗于在它的脚下 所以也是一个异象式的表演 因为清白蛇呢 它是女性的角色 所以在翻滚的动作 在舞台上 其实不太会呈现这么多 所以我们就用道具 就是用云肘 来体现演员的一个延展性 还有动作的丰富性 如果没有要拿着它的话 其实可以做很多这种动作 对 然后像是这样子 那如果要用它的时候呢 可以把云肘搭起来 做一些变化 也可以这样子拿 因为认为丰富更多 所以要看可以用不속的 就是有变化 所以就能处理一下 很容易更加弱 就能够也当开 最后颜色的鸡 放下 来 它做的 你做的 对 在中国的文化 尼泊 也当在中国的温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收看我们今天的酷云剧场金剧小学堂 喜欢我们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回见666刷起来 我的直播卖场刷起来 我的脑脑脑里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